女人趁丈夫出差 和情人在酒店约会 甚至还用手机拍下视频 可没过多久 女人就选择跳海自杀 虽然救治及时 但她却失去了一部分记忆 不知道自己自杀的原因 而且还经常梦见落水那天 她撞向船底螺旋桨的情景 自从跳海后 苏菲就对水异常的恐惧 哪怕是坐车过水面大桥都不行 这天苏菲下班回家 司机驾脚来到桥上 苏菲立即呵斥司机停车 然后不管不顾的走下车 无奈之下 苏菲只能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心理医生劝她向前看 经历那样的事 能活下来也是奇迹 她现在有幸福的生活 漂亮的别墅和爱她的丈夫 何必揪着过去的事不放 但这正是苏菲疑惑的地方 如果她的生活真的如此完美 那她为何要自杀 在心理医生这里没有得到结果 苏菲只好和朋友来酒吧戒酒交仇 面对曾经的好友 苏菲没有任何感觉 这时卡洛林告诉苏菲 不远处有个男人一直在盯着她看 苏菲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并不认识对方 也就没太在意 回到家中 苏菲选了一件性感的黑色礼服 准备参加晚上的宴会 丈夫詹姆斯不习惯她这样穿 拿出一条花裙子让她换上 看着镜子中美艳的自己 苏菲很是疑惑 但还是听从了丈夫的建议 穿上那条花裙子 宴会门口 苏菲再次遇见了酒吧的男人 男人告诉她 詹姆斯有事埋着她 是她跳海自杀那天 船上所发生的事情 这时 詹姆斯走了过来 男人假装问路 给苏菲包里塞了个东西便离开了 詹姆斯没有怀疑 带着苏菲走进宴会 可苏菲内心却充满不安 她趁机来到洗手间 发现男人给她的是一个酒吧的火柴盒 隔天 苏菲晨跑时 脑海中再次浮现自己跳海 以及被救的画面 为了弄清自杀的原因 苏菲借着医生的身份 来到医院偷偷查看她的住院记录 虽然在病历上没找到有用的线索 但她却发现一个骨折病例 上面写着骨折原因不明 貌似受过家暴 晚上回到家 苏菲没有询问詹姆斯家暴的事 反而劝说詹姆斯 让她安心出差 不用时刻陪在自己身边 在苏菲的再三保证下 詹姆斯最终决定前去出差 不过她叫来卡洛林陪伴苏菲 和卡洛林谈话前 苏菲故意提起树伤的胳膊 这事卡洛林知道 是苏菲和她逛街时摔的 一时间 苏菲很是茫然 万般无奈之下 她来到了火柴河上的那家酒吧 刚坐下没多久 那个男人又再次来到她身边 男人是贝登警官 专门负责苏菲自杀案件 她怀疑苏菲的丈夫要杀死苏菲 因为犯罪者通常是受害者最亲近的人 苏菲一直以为自己是自杀 一时间接受不了贝登的说法 可贝登仿佛很了解她 说她以前很喜欢这间酒吧 苏菲不想再和贝登说下去 谢过对方后转身离开 回到家中 苏菲看着自己留下的遗书 怎么也想不起自杀那天发生的事 给苏菲讲了那天的事 当时她在外出差 接到苏菲受伤的通知后 她立马赶到医院 好在苏菲被救了下来 那天是她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说话间 丈夫留下泪水 抱着苏菲一遍遍的道歉 丈夫诚挚的话语 打消了苏菲的疑虑 两人情不自禁的打起了扑克 晚上 苏菲准备查些资料 可电脑密码早已忘记 她拿起火柴盒 尝试输入上面的文字 没想到竟然登录成功 这一登录 视频中她穿着那件黑色礼服 而和她一起打扑克的 竟然不是丈夫 而是警探贝登 苏菲一时间接受不了 丈夫如此爱自己 自己竟然有了外遇 隔天 苏菲城堡路过一个地方 内心觉得这里非常熟悉 她不禁停下脚步观察 这时贝登出现 看见贝登 苏菲就切个打移出来 她怒吼着 不管两人以前是什么关系 那都已经过去 希望贝登从她的生活中消失 当苏菲跑到码头时 遇见了当初就她的海景 海景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苏菲说了很多疯狂的话 然后被人从船上推了下去 而且苏菲坚称身份正常的名字 不是自己的 并说自己叫泰斯 这下把苏菲搞不会了 她再次找上心理医生 医生这次使用催眠治疗法 让苏菲尝试回想自杀当天的事 随着回忆的涌入 苏菲想起落水式的场景 当时她隐约看到了一个男人 苏菲这才确定 自己或许真的不是自杀 当她把疑虑说出来后 心理医生却说 那个男人是她潜意识里想象出来的 苏菲不相信这个言论 于是便询问詹姆斯 自己出事当天她去哪出差了 詹姆斯如实告知 去波特兰参加会议 不过她好奇的是 苏菲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苏菲的解释是 自己只是想把碎片拼凑起来 以便于更快恢复记忆 其实和詹姆斯的一番谈话 并没有打消苏菲的疑虑 她趁詹姆斯上班时 报答詹姆斯办公室电话 以旅行票据缺少为由 让秘书查找詹姆斯五个月前 前往波特兰的订票记录 但却被告知没有盖笔记录 苏菲猜测 詹姆斯用了私人信用卡 随后 她便开始登陆各个银行账户 但却发现每张卡的密码都被更改 晚饭时 苏菲向詹姆斯提出疑问 詹姆斯告诉苏菲 在她出事不久后 自己就申请了对她的财产监管 因为失忆的苏菲 没有能力做财产决定 现在苏菲已经完全康复 可詹姆斯却没有丝毫归还的意思 还说归还手续非常麻烦 苏菲一时间难以接受 詹姆斯的行为让她更加怀疑 自己的自杀或许就是一场谋杀 为了缓解心情 苏菲决定和卡罗林一起外出旅行 詹姆斯听到这个决定后 内心一直坠坠不安 于是提议让苏菲去他们的度假屋 当苏菲两人到达度假屋门口时 詹姆斯准时发来问候消息 看着门口的监控 苏菲心中不免疑虑 难道詹姆斯在暗中监视她 收拾好东西后 苏菲独自来到麻场 毫不犹豫地骑上马 则是非常标准 连麻场主人都称赞不已 苏菲骑马在丛林中急迟 脑海中不断闪过一些画面 好像有人从马上摔了下来 满脸湿血地倒在地上 嘴巴里还喊着泰斯这个名字 苏菲震惊起了 晚上回到房中 苏菲和卡罗林聊天 她觉得这里比家里舒服 在家里 詹姆斯总是担心她再次自杀 时刻看管着她 待在这里 她觉得非常自在 不过她想知道 自己之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多疑且复杂 不喜欢敞开心扉 谈论感情问题 这是卡罗林的感觉 而且卡罗林还在无意中透露 她知晓苏菲有外遇的事 回到房间 苏菲准备睡觉 脑海中浮现和被灯约会的画面 她来到阳台想要冷静一下 却发现阳台也有监视器 这让苏菲觉得很不舒服 感觉有人在时刻监视自己 苏菲的感觉没错 监视器那头正是詹姆斯 詹姆斯今天听同事说起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发现 财务上出现一个巨大差额 几百万组公司流出 目前下落不明 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调查 听到这里 詹姆斯神情异常紧张 从度假屋回到家的苏菲 立刻开始调查詹姆斯的波特兰会议 她在现场的照片中 根本没有看到詹姆斯的身影 这时苏菲才意识到 詹姆斯或许骗了她 本想找卡罗林商量对策 可当她来到卡罗林公司后 无意间听到卡罗林和詹姆斯的谈话 苏菲很是震惊 她立刻转身离开 找上一只跟踪她的贝登 这一刻 她终于相信贝登的话 而且不久前 贝登也查到 詹姆斯没去波特兰会议 她让苏菲跟着她走 她会告诉苏菲想知道的一切 贝登带着苏菲来到一间房内 这里是他们以前偷情的地方 贝登拿出书记到的资料交给苏菲 苏菲出事的前一天 詹姆斯确实买了去波特兰的机票 但飞机旅客名单上并没有她的名字 而且事发当天 詹姆斯车上的定位系统记录显示 她离码头不到一公里 但这些证据 只能证明詹姆斯在不在场正面上撒了谎 苏菲所在的船只没有监控 所以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是詹姆斯推她下水 通常贝登作案不是因为钱 就是因为嫉妒 因此贝登猜测 詹姆斯或许知道了两人的关系 离开前 贝登嘱咐苏菲 如果察觉到危险 就用之前的一次性手机联系她 回到家中 苏菲以泡澡为由 到处寻找那个手机 最后在一个包中找到 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和贝登的聊天记录 这时 詹姆斯端着红酒朝楼上走来 吓得苏菲急忙把手机藏进柜子 迅速脱掉衣服 跳进浴缸 和丈夫谈话间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丈夫朝着手机想的方向走去 苏菲吓坏了 还好是她衣服中的手机在想 是卡洛林打来的 苏菲没有接听 这时 詹姆斯突然对苏菲谈白 说她和卡洛林 今天在电话中聊过苏菲 直到苏菲开始记起一些事 让苏菲想起什么就告诉她 看着詹姆斯离去的身影 苏菲不禁松了口气 隔天一早 苏菲来找贝登 发现贝登不在 打电话也没人接听 于是来警局寻找 却被告知 根本没有贝登这个惊叹 苏菲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她刚走出警局 就遇见了贝登 贝登急忙解释 说自己是基督卧底 刚才和苏菲说话的那个警探 打电话给她了 贝登描述着警探的装扮 苏菲这才相信贝登 随后两人来到酒吧 苏菲想知道 她和贝登是如何相识的 原来两人是因为夺语认识 那天苏菲情绪非常激动 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床上 表该是一夜前的结果 可两人有很多相同点 而且心有灵犀 所以一直保持着这段关系 隔天苏菲晨宝回家 发现卡洛林出现在家中 卡洛林解释 苏菲给过她一把必用钥匙 以防紧急情况 那天她看到了苏菲 也知道苏菲听见了 她和詹姆斯的谈话 但一切都是詹姆斯的主意 不可否认的是 苏菲出事前 和詹姆斯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 因此她和詹姆斯发生了关系 被苏菲发现后 两人已经好几个月没说话了 而且出事那天早上 苏菲给她打个电话 但她没有接 于是苏菲就留下了语音 大致内容是 苏菲和詹姆斯吵架 需要卡洛林的帮助 听到这里 苏菲更加怀疑是詹姆斯推她下海 另一边 詹姆斯公司的几百万巨款下落不明 公司内部正在进行调查 嫌疑最大的就是詹姆斯这个部门 而詹姆斯好像在用房子抵押申请贷款 由于她的贷款风险太高 因此银行拒绝了她的申请 晚上 詹姆斯带着苏菲参加公司晚宴 支开詹姆斯后 苏菲紧忙联系贝登 她觉得贝登的怀疑或许是对的 当初詹姆斯确实和她一起在码头 贝登得知这一消息 非常担心苏菲的安全 随后她也来到了宴会上 要把苏菲带来宴会 可苏菲不能跟着贝登离开 就在两人交谈时 詹姆斯突然上前 不过好在并不认识贝登 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 在詹姆斯和商业伙伴交谈时 她的同事告知苏菲 詹姆斯正在接受公司调查 原因是几百万巨款不翼而飞 同事都相信詹姆斯不会能用公款 毕竟被查到要坐牢很多年 与此同时 詹姆斯正抱着朋友哈利哭泣 原来真的是他能用了公司的钱 本以为能在公司发现前把钱补上 没想到被对方坑了 现在钱没了 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本以为哈利能帮他隐瞒 谁知哈利很是正直 给詹姆斯48小时时间找钱填补缺口 否则他只能向公司坦白 无奈之下 詹姆斯找上卡洛林 说自己被人坑了九百万 希望卡洛林能借点钱给他 看在网日的情分上 卡洛林答应借给他四百万 可还有五百万 他要到哪里去搞这么多钱 另一面 苏菲约贝登见面 把自己的怀疑说了出来 詹姆斯偷了几百万被自己发现 因此才会杀自己灭口 确定这一真相后 苏菲简直不敢相信 貌似他现在可以信任的 就只有眼前的贝登了 贝登告诉苏菲 他把詹姆斯浓用公款的事 透露给了经济犯罪客 等找到证据逮捕詹姆斯后 他就能顺藤摸瓜 积极调查詹姆斯 对苏菲下水一事 苏菲本想做点什么 帮助贝登 可却被贝登拒绝 因为贝登觉得那样太过危险 嘱咐对方注意安全后 两人依依不舍的分别 随后 苏菲告诉心理医生 他找到一家诊所 运用实验性的方法 来治疗心理创伤和记忆恢复 心理医生认为 这种治疗对他很危险 因为资金监管权在詹姆斯手中 唯一能让詹姆斯 同意支付医疗费的方法 就是心理医生签字 同意他去治疗 但现在看来 心理医生是不可能帮他了 不过苏菲并没有放弃 他卖掉首饰 带着现金来到那家诊所 医生告诉苏菲 像他这种情况 如果想要治疗 就必须承担一些风险 除了机械治疗外 苏菲还得服用治患剂类药物 这类药物能让病人 与自己的潜意识 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 同意这些事项后 苏菲穿着泳衣来到一间房内 这个房间屏蔽了一切声音 可以让苏菲所有的感官都安静下来 只剩下潜意识 苏菲躺进水中后 房内的灯光全部暗了下来 水渐渐漫过苏菲的身体 只留下头在外面呼吸 没过多久 苏菲的脑海中逐渐出现一些画面 有事故当天的 有和丈夫争吵的 热恋的 甚至还有自己和女人亲爱的画面 而且那个女人称自己为太斯 貌似在林间起码意外摔死 这次治疗 让苏菲想起的有用信息并不多 回到家中 苏菲把剩余的现金藏了起来 当她看到一条可有日期的项链后 内心便有了一个计划 晚上 她穿着性感的礼服 等待詹姆斯的归来 詹姆斯回来看到苏菲还是疑惑 苏菲不禁埋怨 为啥不告诉她 两人的结婚纪念日已经过去 不过现在也不晚 苏菲订了两人结婚时的酒店 想与詹姆斯一同庆祝 可詹姆斯却说 她有很多工作要去处理 苏菲顿时失望不已 詹姆斯于心不忍 便同意和苏菲共度粮小 两人来到酒店游泳室旁 詹姆斯告诉苏菲 新婚业他们是在这里度过的 宾客们睡觉后 两人偷偷溜到这里游泳 苏菲失去那些美好的记忆 让詹姆斯很是悲伤 为了缓解詹姆斯悲伤的情绪 苏菲再次和詹姆斯打起了扑克 完事后 詹姆斯发现前面到账 于是发短信询问卡罗琳 却被告知还在办理中 苏菲上前关心詹姆斯 詹姆斯一个没忍住 把自己挪用公款的事说了出来 金额高达1100万 这和告知卡罗琳的金额完全不一致 难道詹姆斯真的有报可告人的秘密 说出这些事后 詹姆斯仿佛轻松很多 因为在苏菲身上花花税去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所说的一切 都被苏菲用录音笔录了下来 隔天 苏菲把录音笔交给贝德 现在他们有了把詹姆斯绳之以法的证据 等詹姆斯入狱后 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就在苏菲洋洋得意时 心理医生给了他当土一棒 医生把苏菲找别的诊所的事 告诉了詹姆斯 詹姆斯让他联系对方诊所 如果再对苏菲进行治疗 就会吊销他们的医疗执照 苏菲听后非常激动 自己终于能回忆过去 可心理医生却要阻止 难不成自己去别的地方治疗 让心理医生感到了危险 听到这里 心理医生终于说出阻止苏菲的原因 像那种实验性的治疗 会引发精神疾病 苏菲的母亲曾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病 经常幻想身边的人想要伤害他 这种精神病有着遗传记忆 实验治疗和致幻剂 都有可能引发精神疾病 也就是说 苏菲也有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苏菲实在不想听下去 起身便要离开 在他看来 心理医生根本不知道 丈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随后 苏菲来到海边 他把脑子或许有病的事告诉贝德 而且也不想再回那个家 被动安慰 苏菲不用装太久 他已经拿到证据 今晚就要逮捕詹姆斯 另一边 哈利拿到一笔贷款 今晚就能到账 能解詹姆斯的燃眉之急 詹姆斯很是感谢 两人相约出去吃饭 而此时 一位小哥支开詹姆斯的秘书 然后潜入办公室 拉上窗帘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密码 开始复制詹姆斯电脑里的文件 走到楼下的詹姆斯 发现钱包没拿 准备找回寻找 小伙等待复制文件的中途 拿了瓶水盒 秘书突然走了进来 两人大眼瞪小眼 小伙急忙解释 他口渴 来找杯水 秘书没有怀疑 拿起詹姆斯的钱包就走 谁知走到门口又停了下来 这波操作吓坏了小伙 没想到秘书直说 让小伙记得不上冰箱里的水 而詹姆斯也只是走到电梯口 让秘书帮忙拿了下钱包 小伙成功拨备资料 随后他把资料交给贝登 原来小伙是贝登的人 贝登利用小伙吸毒 依此来要挟小伙帮他 可小伙带来的资料 却没有任何价值 小伙表示 这已经是詹姆斯电脑里的 所有资料了 如果这里没有贝登所需的 那么有可能在詹姆斯的 私人笔记本中 网上 苏菲穿着那条性感的黑色礼服 准备去参加卡罗林的画展派对 詹姆斯觉得苏菲行为反常 建议他们今晚不要过去 苏菲不愿意了 还提起詹姆斯和卡罗林的一夜情 随后便来到车中 思考片刻后 苏菲从包里拿出两个药丸 在詹姆斯上车前吞了下去 药丸是一种迷幻剂 苏菲想强行产生幻觉 看自己是否真的有病 两人很快来到画展 下车后 苏菲静止的走了进去 留下一脸吃傻的詹姆斯 苏菲刚进入展厅 就接到贝登电话 他希望苏菲能想办法 关掉家里的安保系统 因为他想潜入家中 打开詹姆斯的笔记本电脑 挂断电话后 苏菲来到詹姆斯身边 给了詹姆斯一口火辣的吻 詹姆斯懵了 这是什么节奏 不等他反应过来 苏菲就提议用他的手机拍照 然后又借口修照片 关掉了家中的安保系统 随后发消息告诉贝登 贝登成功潜入詹姆斯家 找到詹姆斯的笔记本 查尔自带破解密码的U盘 而此时 苏菲正看着墙上的画发呆 卡洛林来到他身边 卡洛林很意外 苏菲竟然愿意参加他的派对 苏菲觉得这没什么 而且还要感谢卡洛林 因为每一条真相都是一块拼图 哪怕是不好的 卡洛林走后 苏菲开始出现幻觉 画中的蝴蝶竟然飞了出来 下一秒他便出现在楼顶 还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 随后他又走进湖中 湖中漂浮着一具白衣女士 定眼一看 竟然是他自己 苏菲震惊极了 再一看 他又出现在画中 这时詹姆斯好友唤醒苏菲 他转头一看 画已经恢复正常 苏菲精神错乱的离开画展 与此同时 詹姆斯正在到处寻找苏菲 看到卡洛林后立即上前询问 说着说着两人吵了起来 这时詹姆斯接到朋友电话 朋友告诉他苏菲可能嗑药了 詹姆斯担心苏菲 紧张朝家中赶去 另一边 贝登终于破解了密码 并且拷贝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他立刻打电话通知苏菲 谁知却联系不上 于是只好给苏菲留言 说自己已经得手 据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动静 贝登猜到是詹姆斯回来 他立刻藏了起来 詹姆斯只在家中喊了两句 便去屋外寻找 躲过一劫的贝登迅速收拾东西离开 而此时的苏菲 不知不觉来到和贝登相识的酒馆 在这里 他又遇到那个喊他泰斯的女人 苏菲不禁询问对方 自己为何要逃离对方 女人说 苏菲总是喜欢逃跑 从某人身上得到想要的东西后 就会消失 说话间 女人满脸血迹 吓得苏菲立刻离开酒吧 他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这时 贝登打来电话 焦急询问苏菲在哪 便让苏菲尽快回家 他会去苏菲家等 苏菲没有理会贝登 因为他看见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大街上竟然出现一匹黑马 他跟着黑马来到码头 站在海边准备再次跳海 与此同时 詹姆斯没找到苏菲 只能再次回到家中 在家门口 他越见了已经等候多时的贝登 他好奇贝登的身份 贝登说自己是来确认苏菲 是否安全到家 詹姆斯仔细一看 原来是苏菲的情人 他抄起家伙就要赶走贝登 如果贝登不走 他就报警 谁知贝登却说自己就是警察 两个男人并不想动手 只想确认苏菲的安全 于是便站在屋外等候苏菲 隔天一走 苏菲在码头的长凳上苏醒 看着眼前的渡船 苏菲询问清洁工渡船的行程 清洁工告诉他 船是去往工业半岛的 那里还有个机场 不过是私人的 弄清这些后 苏菲乘地铁准备回家 途中他听了贝登的留言 更加确认了一些事情 回到家中 苏菲看到了担心他的两个男人 但他并没有理会 而是静止朝家中走去 詹姆斯紧跟其后 他想和苏菲谈谈 可苏菲却不愿意 因为他觉得詹姆斯在骗他 他已经知道 詹姆斯一直掩护的那个人 其实就是他 包括那笔不翼而飞的钱 也是他的杰作 詹姆斯见状 只能如实告诉苏菲 他本是风投公司的 初级投资经理 机缘巧合下认识了苏菲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也认识了彼此的朋友 苏菲靠着一张 能说会道的嘴 帮詹姆斯拿下一个 又一个投资项目 甚至有时会欺骗投资人 詹姆斯本不想这样 可尝过甜头的人 怎么会想要再过回那种苦日子 哈利提醒詹姆斯 苏菲是个有秘密的人 小心别被苏菲骗 可詹姆斯却不那样看待苏菲 甚至为苏菲买了一套房子 两人的生活很是甜蜜 苏菲不明白 两人那么恩爱 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样 其实是詹姆斯的嫉妒戏在作祟 苏菲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 如果没有苏菲 詹姆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他也想成为焦点人物 因此想要苏菲做他背后的女人 可苏菲却不愿意 所以两人就开始争吵 他竟然和别的男人管了床单 为了报复苏菲 詹姆斯也找上卡洛林 彻夜未归 隔天 看着苏菲一服无所谓的态度 詹姆斯绷不住了 他直言自己知道苏菲出轨 谁知苏菲反将一军 他也知道詹姆斯昨晚去找了卡洛林 对于这件事 詹姆斯毫无歉意 因为只有这样做 才能引起苏菲的注意 他爱苏菲 无论怎样都爱 詹姆斯的深情打动了苏菲 两人决定重新开始 詹姆斯甚至以苏菲的名义 进行了项目投资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苏菲的阴谋 詹姆斯与投资人见面 一番介绍后 投资人告诉他 自己压根没收到詹姆斯的资金 而且已经与其他公司合作 詹姆斯迅速联系秘书 这才知道 早在三周前 资金就已经从公司转入了苏菲的账户 晚上 詹姆斯试探性地询问苏菲 苏菲表示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为诺青事实真相 詹姆斯以开会为借口 开始跟踪苏菲 苏菲首先去了储蓄银行 然后又前往码头 詹姆斯知道苏菲要跑路了 于是在码头直接现身 证问苏菲是不是准备携款逃跑 苏菲没有解释 只说破碎的感情无法修复 两人因此大吵一架 而苏菲始终没有对资金一事做出解释 詹姆斯气愤不已 只言让苏菲去做他想要做的 回到家中 詹姆斯发现苏菲留下的信件 苏菲果然要离开他了 詹姆斯很是自责 认为是他的话害了苏菲 不过好在送一集时 苏菲并没有生命危险 但却失去了记忆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因此詹姆斯只能尝试找回那笔钱 把钱还回去 来掩盖他们之间发生的所有造型事 得知真相的苏菲很是自责 决定和詹姆斯再次重新开始 可就在这时 旧金山的经济犯罪客 要找詹姆斯问话 显然有人向他们通风报信 透露了公司内部调查的事 虽然詹姆斯已经把钱还上 但资金有流向记录 有人会利用这些记录 来指控他能用公款 因此苏菲要做的事 去银行清空那个账户 詹姆斯提醒苏菲 让他不要再和贝登联系 说不定就是贝登举报的他 苏菲这才知道 原来詹姆斯早已知晓贝登的存在 那他也没什么可以瞒的了 于是拿出和贝登联系的黑手机 把自己出事前一天 詹姆斯给泰斯账户汇款的事 告诉了詹姆斯 其实那是苏菲自己汇的 泰斯就是苏菲 苏菲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来到银行清空账户 可由于身份信息不清楚 苏菲并没有清空账户 随后他把全部事情告诉贝登 账户中的钱不是詹姆斯赚的 而是他 詹姆斯一直以来都在帮他 所以他求贝登毁掉所有证据 可贝登已经请经济犯罪课介入 如果销毁证据 他就回避调查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消失 因此贝登起意 让苏菲和他私奔 为了詹姆斯 苏菲只能答应下来 谁知刚出门 就看到了跟踪他的詹姆斯 苏菲可是愤怒 不等他发火 詹姆斯就说出一个惊人的信息 原来苏菲和贝登的相识 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哈利当初怀疑苏菲 于是找上贝登 让贝登帮忙调查苏菲 所以贝登才一直跟踪苏菲 另一边 贝登来到基地 销毁所有与詹姆斯相关的证据 然后收拾好东西 准备与苏菲资奔 彻也未免的苏菲 决定找贝登问个明白 但贝登没有隐瞒 他是调查了苏菲 但在调查过程中 也逐渐爱上苏菲 苏菲现在已经不相信贝登 把贝登宠骂一顿 然后扬肠而去 回到家中 苏菲向丈夫谈派 他去见了贝登 并向贝登谈派 可贝登的回答 解决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 如果他不是自己跳海呢 最近他脑海中 一直出现一个画面 一个男人把他推下渡轮 詹姆斯听后震惊不已 怀疑推苏菲跳海的男人是贝登 苏菲不想找贝登证实 谁知还没去 贝登就找上了他 贩毒集团发现贝登是卧底警察 有人暴露了他的身份 他从没想过伤害苏菲 说完交给苏菲一个U盘 当苏菲看到U盘的内容后 才发现真的是自己跳海自杀 根本没有男人推他 苏菲立刻前往贝登家 可当他踏入家门后 看到的却是贝登的尸体 三周后 警探来找苏菲了解情况 他知道苏菲与贝登的关系 也知道贝登非常担心苏菲 之前贝登一直在调查苏菲跳海自杀案 现在贝登死去 作为朋友兼同事 警探继续深入调查 而且找到了目击者 据目击者回忆 苏菲跳海时很平静 注意力也非常集中 似乎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在某个特定的位置跳海 显然是有所预谋 警探建议 如果苏菲想知道真相 就回到最初的起点 追溯一遍全过程 这时詹姆斯进屋 两人结束谈话 苏菲根据警探的提示 躺在浴缸中 然后慢慢的沉下去 视手回想到处跳海时的画面 隔天一早 他向詹姆斯索要车钥匙 把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全部塞进包里 然后背着包来到码头 不久后 詹姆斯接到警探电话 在海边发现了苏菲的东西 回到家中 詹姆斯发现苏菲留下的信件 他原谅不了詹姆斯 因为詹姆斯的所作所为 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 两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詹姆斯来到酒吧买醉 哈利不想安慰几句 可詹姆斯却不想与他说话 因为詹姆斯觉得 是哈利害死了苏菲 如果不是哈利出卖贝登 贝登就不会被杀 苏菲也不会怀疑他 更不会再次自杀 卡洛林深爱詹姆斯 但现在他要放手了 詹姆斯已经把钱还上 所以两人就只分道扬镳 詹姆斯懵了 他没有还钱啊 隔天詹姆斯来到银行 想关闭苏菲的账户 可却被告知没有这个账户 詹姆斯这才知道 原来苏菲早已清空账户 并把账户里的钱 打给了卡洛林 其实苏菲在浴室中时 想起了一些事 他找到事发时穿的衣服 从衣服中找到一把钥匙 带着钥匙来到码头 在这里发现了一包钱 以及一部手机 手机里只有一个联系人 叫做伊丽莎·亨利 还有伊丽莎·亨利的地址 和泰斯的护照 看到这些后 苏菲知道他该去哪里 寻找真相了 没过多久 苏菲现身伦敦 在这里的一家酒吧 再次遇见了 那个叫他泰斯的女人 浮出水面德里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